我上一回有说到过那个西医院里面花一两万多块钱的截骨头 在这种祖传的这一家里面花300 但是我后来确认了一下不是300是800 就是可以截骨头完全都不用去打钢板那些东西的 用手截好的 之前是我婆婆的话她这个骨头断了三根 在这里的话截好了 她只是用手把它摸着就截起来了 而我公共的话呢骨头这个小腿前端 一根的话在医院里花了两万五千多 报销之后也要花一万多 今天我就这样秘密的探访进来 见识一下她截骨头的技术 这里这个地方的话呢 进来这样拍的话好像有点唐突 为了打消这个唐突呢 我就叫她给我女儿 看一看我女儿身上的病 这个时候呢又刚好碰到这里就又有个小女孩骨头就是折了 就到她这里来重新 叫她重新接还是怎么样 反正过来说是上海那边回来的 叫她看骨头说没接好还是怎么样 然后她正在这里 这是在做石膏板还是干什么这样子搞 我就让她帮我女儿也看一看她的女儿的问题 就听说是她上一辈子的那个什么人 是部队里面的军医 然后回来现在传给这是她儿子还是她侄子什么的 就这个人现在这个医生正在搞石膏板 现在又在看这个小女孩的这个手部 呃再检查吧我拍的话呢人家不让我拍啊 她就马上这个她妈妈就打住了 就是说她话好像是接到了小孩的隐私 实际上我是想本来想看看她接骨头是怎么接的 算了但人家她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用拍了 现在这个医生就是帮我女儿再看 看她身上的问题 她就是安住的困在她这个 要有什么大汗有抽点 哎 那一气嘛这要不应该瘦了 那我不晓得瘦了 嗯 嗯 有拼鞋 哎呀她拼鞋啊 嗯 那东西能不能高枕瘦的西油 我根本来我看一看 还有俺高练的 总是俺高练的厚 俺这个磨 或者像这个 我们样 或者像磨巴器 这个啊 那个磨的磨的磨 基本上磨巴器 还有一个老天 啊 我们老天磨的鞋 啊啊 那么这个三年 特别是磨的鞋 啊 皮外粉 你一起的 将脸的 干什么能够搞点油 我这个调到汤了 嗯 嗯 嗯 这个小朋友 有肚子的鞋 吃着 吃着 我吃着 老婆意思是 叫她锅的 行不吃锅不锅 锅哪个锅 锅她的鞭头鞋她呗 锅不锅 这个鞭头鞭 哎 我感觉这个人说的话 基本是全部都说对了啊 这是我女儿 她的意思就是说 又喜欢趴着睡 然后又喜欢打汗 又喜欢磨牙 然后又贫血 呃 吃饭的时候还容易吃的 就是肠胃就馊了 馊的问题的话 这是小孩子自己跟我说不了 其他的都是我见证 都是那个样子的 到西医院呢 西医院叫我把她的鞭头鞭 跟那个线样鞭给割了 现在这个人 医生说不要割 她就开了 也有几味药 就是包括太子生呢 还有个什么的 有三四味药 花了四百多块钱 这是忠诚药 希望这个疗程会好吧 本来要接着 还要去拍拉一个女孩 那个小女孩的 那个药 就是 接骨 把骨头再接一遍 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那个人不让我拍 那就 没办法了 觉得民间这种 接骨的技术 要发扬光大 现在的大医院 不管大小 骨头一段 全部打钢吧 小则万多 多则三四万 可是问题解决 还不是一个样吗